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刘芳这回是彻底见识了火油的厉害,一场大火烧到现在都灭不了,冒险爬到对面查探的探子回报说,对面的灰尘足足有一尺厚 地面烫的脚都没法子挨呀,踩着高桥勉强进去了一点,没看见人,被杀成的城墙都被烧成白色的了,城门上的铁条都给烧化了 探子说,如果城里还有活人,他宁愿受军阀处置 所以啊,他对将来的战士毫不担心,高丽人如果想要重新控制这片海湾,最少需要半年的时间 如今大火截断路径,他也不发愁,法子是早就准备好的,月圆时间不到,海潮涨不到最高,怎么进辽河口 现在才刚刚春智扬升,风力弱小,靠人把法子撑到大王城,那还没打仗呢 将士们就全部会被累得瘫倒,还是等春风吧 现在离禁军的时间呢,足足还有十二天,所以他不着急 每日观赏三山岛的锦绣风光,颇有些乐不思蜀的样子 自从上回给云叶讲解兵法之后啊,他就绝口不提什么将军的修养和为将之道 很多时候都是他自己亲力亲为,他认为这样亲自做呢,也比给云叶讲解兵法来得轻松 他想再活几年,好看着孙儿成亲生子,现在还不想被云叶气死 睡在皮毛堆里的云叶汗流浇背,眼皮子在不停的抖动,手脚蜷缩在怀里,如同婴儿一样 眼角不停的涌出大颗的泪珠,不一会儿就把他柔软的枕头浸湿了大半 在梦里,他不停的在草原上奔跑,身后烧起了大火,满地都是荒草,没处躲,也没处藏 明明知道自己只需要跳进前面的河里就能逃脱 谁知道不管怎么跑,也到达不了 因为那条河也在跑,就像天上的明月,你走他也走 就像天上的白云,你停,他也停 草原上的野火就是最能奔跑的野狼 最后也难免精疲力竭的倒在地上,最后成为一具骄尸 人和野狼没法比啊,无论如何是跑不过野火的 云叶见过被烧死的人,也是野火 几个孩子在荒原淘气的点着了一片草垫子 聪明的顶着风跑了,只有一个半傻的孩子被野火撵着跑 等大人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藏在一个狭小的石缝里,早死了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钻进去的 因为那条石缝是如此的狭窄 和他同样大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是钻不进去的 大人们撬开岩石,把他取出来的时候,没人敢看 只有他的父亲用白布把他紧紧的包裹起来 放了一个晚上之后,厚厚的一层白布都被油纸浸透了 这时候人们才知道,这个孩子几乎被烤熟了 云叶不想被烤熟,所以拼命的奔跑 他都能感受到背后火焰传来的灼热感 终于跑到了河边,看着清零零的水,一个飞跃就跳了进去 没有清水,迎接他的是干裂的河床 云叶起得很早,他喝了好多的水,吃了一罐子鱼片粥 最后又找来了两只已经变黑的梨子吃了下去 这才好受一点 心头的火焰暂时被扑灭了 被关在木头笼子里的盖苏文 冲他节节的发笑 那个该死的女人也露出了幸灾乐祸的模样 只是他好像不关心这些 只是跪坐在盖苏文的身边 拿着一块绿布,仔细的给盖苏文擦拭头发 披头散发的盖苏文 这时候摧上一副红眼球,就像是一只鬼呀 昨晚你做了一夜的噩梦吧 我一直盯着你看,你的样子太好笑了 就像是个吃奶的孩子,还流泪 哈哈哈哈,你还是被恶鬼缠身了吧 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也是这样 做了一夜被鬼追的梦 不过,等我杀了十个人以后,就不再做梦了 这次你杀的人,比我杀的人多多了 所以报应,也是我的千百倍 慢慢熬吧,云烟 杀人并不痛快 我知道 所以呢,没杀你 只是把你关在笼子里 还亲自堪压 没有辱墨你吧 云烟 我是高丽国的四品大象 你不能把我关在笼子里这样羞辱我 那你的官职可没我大呀 我是从三品,还是国侯,与国同修啊 见官大一级,那比你厉害多了 闭上你的嘴 晚上不睡觉,偷看别人 是一个官员的做派吗 再多嘴,我就把你倒着吊起来 看你还能不能嘴硬 听到云烟在发火 那个女人赶紧把盖苏文的脑袋抱在自己的怀里 祈求的看着云烟 希望盖苏文不要再受到伤害 都趴在人家奶子上了 还说你们没思想 老盖 你连承认的这点胆子都没有 还做什么四品大象啊 老子喜欢的女人 就算是公主 我也会毫不犹豫的出手 就你这个模样 还瞎了这么漂亮的女人了 那个女人似乎能听懂汉话 听云烟这么说 赶紧缩到盖苏文背后 垂头不敢看云烟 担心被人家看上 盖苏文才要说话 就被云烟给堵了回去 闭嘴吧 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是贵族 丢不起那个人 那种事情啊 你请我怨的才有滋味 要死要活的 有什么好啊 估计也就你们高里人有这个爱好吧 盖苏文忽然笑了 老郭那个女人在他的脸上重重的亲了一口 然后不管那个羞丧的无地自容的女人 支起腰对云烟说 确实如此 你知道吗 我在高里 像我这样25岁达到如此地位的年轻人几乎没有 现在遇到一个差不多的 就生起来要比一下的心思 云烟 我们打个赌如何 云烟对于打赌 一向都很有兴趣 尤其是在这个只要打了赌 赔上老命都要遵循规则的时代 更是他的最爱呀 听到盖苏文要打赌 不由的伸长了耳朵 准备听听啊 他怎么说 我在辽东负责修建长城 如今已经修了三百多里 虽然和中原的长城没法比 但是也算是一处坚守的好防线 你我以土堆为城 木片为兵 食子为将 掩饰你便如何 看看你能不能突破我的防守 如果你能突破 我冤盖苏文对天发誓 一定拆毁京关 恭恭敬敬的 把那些遗骸送回大堂如何 如果突不破 那怎么办呢 云叶笑着问 如果你突不破 我不用你管 你只需把这个女人送回大王城就好 盖苏文这些话说的斩钉截铁 让人很有好感 云叶还没说话 那个女人就鸡里咕噜的 对着盖苏文说了一大堆的话 盖苏文的脸色一变 啪的一声就抽了那个女人一记耳光 很重 女人的嘴角都流血了 看着云叶都窒息冷气 这混蛋也吓得去手 女人被一记耳光打懵了 只是愣了一小会儿 被抽的通红的脸上 居然有了笑意 拿起盖苏文的手捧在手心 然后贴在脸上 好像很幸福的样子 盖苏文轻轻抚摸着女人的长发 叹息一声 再也不理睬 近在咫尺的云叶 这个场面让云叶很不自在 他发现呢 自己居然在装扮着反派的角色 在爱情面前 自己这个猥琐的坏蛋 一定在他们心里边一文不值 挠挠下巴 摇着头准备离开 却听那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 将军 我知道您根本就没有将我们放走的打算 尤其在我知道了您的秘密之后 更不可能 切身只求将军在将我们杀死之后 把我和苏文埋在一起就好 切身在这里谢过将军了 笑隐隐的交代着后事 仿佛面对的不是高丽的敌人 而是一位多年的固有 云叶心里居然涌上一股酸意啊 怒冲冲的说 我才不会杀你呢 要杀 只会杀盖苏文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说完这句话 就觉得不妥 面对着盖苏文似笑非笑的面孔 赶紧低下头 看看自己的影子 是不是长出了一副驴耳朵 云兄没有尝过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 该死的 云叶居然从盖苏文的声音里听出了一股子怜悯的意思 打丈夫 醒握杀人权 罪握美人息 这两者缺一不可 以你我今时今日的地位 醒握杀人权很容易绊倒 难得的是罪卧美人息 美人一得 知心难求 所以诗经开篇 就是观观居究 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仙者果然是达人 知晓我为所求 可惜无酒 否则 定当 服役大白 云叶哑然失笑 从腰间解下酒葫芦 灌了一口 把剩下的扔进了球车 头也不回的下沙滩走去 不一会儿 那里就有了甜美的歌声传了过来 海湾里停满了战舰 迎着冰凉的海风 云叶长吸了一口气 开始每日列行的工作 检士舰队 小船随着波浪起伏 每到一艘战舰眼前 立马就有当直的少官 站在船头大声的报告 自己这艘船上的状况 铿锵有力的声音 似乎带给了他无穷的阳羹之气 虽然自己穿着如衫 光着头 只插着一只青玉簪 舰队所有的将士 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背沙城 三山谱 两场大胜 云叶在他们的心里 已经彻底的被认可了 杀敌一万 自损三千 如今杀敌何止一万呢 自己一方 却损失轻微 这不就是名将风采吗 刘芳躲在阴影里 笑得极度奸诈 如果云叶在他身边 就能听到这老家伙喃喃的自语 小子 明语力就是一对亲兄弟 你贪财好力 又如何逃得脱 明将利索的牵绊呢 不学兵法 兵法是能学的会的 程咬金他们 有几个是兵法明家教出来的 很不错呀 已经有了将军的架子 他娘的还是儒将 再有十年历练 老夫就不信弄不出一个合格的将军来 老夫的孙子 还要靠你撑起一片天 你不撑起 怎么行啊 简叫完舰队 就是列行公务的处置 几处轻微的伪计 也懒得判谁对谁错了 都是战友 居然拳脚相向 一群笨蛋 各打三十板子就好了 火油这一战 居然用去了三成 还好呢 大部分是黑油 燃烧弹呢 还好没用多少 这东西野战的时候 还要用呢 三山普之战 是趁着敌人慌乱 不知所措的时候 强攻进去的 等高丽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发白了 想要趁着黑暗逃跑 已经没了机会 刘芳没有留活口 刘仁院回报说 敌人誓死不详 只好斩尽杀绝 云也清楚这是借口 如果敌人不详 那哪来那么多完好无损的船只 被你搅祸呀 他不准备说破 自己这时候 不是收拢战俘 夸功要记的时候 马上就会有新的恶战 就要到来 俘虏 只会成为累赘 夜色再一次笼罩大地的时候 海峡对面只剩下几点暗红的火光 在浓烟中实隐实现 这场大火到底还是在渐渐熄灭 只有散乱的海风偶尔挑逗一下将死的火焰 让死灰瞬间鸣灭几下 而后就永远的沉寂了 海岛上不能再停留了 前来窥探的高丽探子已经出现在一百里之外 大唐不害怕这些事情暴露 但是呢 能隐瞒一时就隐瞒一时 鳄鱼装成木头的时候才是最可怕的 盖苏文的腿伤一直不见好转 但是也不见恶化 伤口总是不好好的愈合 云也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 药粉是他交给军医的 上回给求然克用了之后呢 还剩下了一些 这次就给盖苏文用上了 当那个女人再一次打开盖苏文腿上的绷带之后 他看着鲜红的伤口开始哀哀的哭泣 盖苏文看了躺在皮毛堆里看出的云也一眼 毅然命令女人用清水给自己冲起伤口 每一个武功高手啊 都是精通治疗伤患的高手 已经受伤十天之后的伤口 不该是这个样子 云也支起身子 饶有兴趣的看着盖苏文 拿着一把小小的匕首割自己腿上的肉 直到伤口再一次开始流血才罢休 拿盐水擦拭伤口 这亏得想得出来呀 看着盖苏文额头上粉起的青筋 再瞅瞅那张显得格外猙獰的脸庞 摇摇头继续躺下来看自己的书 篝火的光芒明灭不定 看两页书就看不下去了 这种树牌版的书籍啊 看起来实在是要命 标点符号都不打 想看书先断句吧 盖苏文这一次呢 拒绝在上药 女人流着眼泪 替他用晒干的绷带包扎好 就温柔的浮在这家伙的身边 像一只安静的小猫 烦躁的抛下书 云也走到球车前面 瞪大了眼睛 看着闭目养神的盖苏文 对于面前的这个英俊的家伙 云也最想做的就是 把他的那张脸打成猪头 云兄昨晚做了一夜的噩梦 现在一定很困倦吧 何不早些入睡 盯着我看是何道理啊 没什么意思 你睡你的 不要管我 你昨晚看我睡觉 今晚我看你睡觉 公平合理 就是不知道 你睡觉会不会磨牙呀 也好 既然你我都睡不着 那就聊聊天也好 云侯 你能告诉我 在你眼中的高丽 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吗 盖苏文睁开眼睛 直直的盯着云叶看 想要看出个花来 高丽 你让我说对他的印象 你觉得 我有好话说给你听吗 不管好话坏话 总归是你这样一个侯爵说出来的 我都会认真听 然后从中总结出道理 如果有幸能够回到高丽 我会认真对待你的话 盖苏文说完这些话 很有礼貌的朝云叶 鞠了一躬 弄得云叶也不得不回礼 这些礼仪上的事情 和谁是俘虏 谁是狱卒无关 只与一个人的修养和品性有关 说句实话 我对高丽知道的很少 甚至谈不到仇恨 因为在你们打败潜随军队的时候 我不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说呢 没有什么刻骨的仇恨 一把火就让沙威城五万军民化为灰烬 你还说没有仇恨 我都不敢想象 谁和你有仇的话 他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盖苏文这些天瞪大了眼睛 准备寻找云叶战胜后 勤获的俘虏 毕竟对他来说 只有自己和荣华 也显得太孤单了 他很失望 云叶手中除了自己和荣华 没有外人 你看 你们死几个人 你就这样激动 我们族里的人头 都被你累成金冠 我都没你那么愤怒 我说对高丽 没有那种刻骨的仇恨 你偏偏不信 我所说的一切 都是从需要出发的 辽东自古以来 就是我们的土地 你们前些年像个小贼一样 偷偷的占领了好大一块 这不行啊 我自家的东西闲着归闲着 你不能拿 拿了就要挨揍 还要从你身上搁下一大块 或者呢 全部的土地来赔 这样我们的心里才会畅快 然后再把它放在那里闲置 等着下一个贪心鬼来想 女大堂如今这样庞大的土地 就是这样得来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